今天我体会一下高功地补大类一到十项 我也测试一下我自己看我能不能通过 我没有练几次 就体会过几次从来没有正规的像动作 所以我今天想测试一下自己 同时大家也看一下自己在家的时候怎么练 那么地补大类都是一些高级的打法 都是空中球 难就难在自我训练的时候 这空中球你还要自己把它收住 你比如说挑挑正盘反盘拍尖 都得把它收拾 难得难得收拾它 这在实战中它可能要使用 因为你过人的时候 你得收拾它 你球不能过一个时候就没了 对不对 这个高度我放的正好是球盘的高度 这球在底下通过 那么第一项正盘挑球 大家可以跟着我做 这观念是拍尖 那页的拍尖 往前跳球 它需要往回拉个动作 这是初学者必须要做的 一定要往回拉动 当你做熟了之后 再向后拉的动作 会越来越少 那样的话在实战当中 就会越来越实用 但是现在这种做法 在实战中就可以用 当你做到了这个之后 你可以在实战中去尝试 比如说在训练的时候 或者在家里跟自己的父母在做的时候 体会一下这个动作 这个对练的时候 家长可以拿球杆在前面 不是静止不动 在动作当中 体会这些动作 当你能够完成一分钟三十次的时候 当你能够完成一分钟三十次的时候 你这动作就可以在实战中去引用了 但步骤是 先在训练当中 或者家长在 他可以这样做 那就是这样 很好 就好像 对 好的 collecting Breaking goes end to end and Hickey scores a goal but Matthews knocked it off the head of the yard, snaps a shot and he scores!